刘海对女生来说真的万分重要 如果选择了错误的刘海或者不注重刘海的打扮 就算是娱乐圈的女神 也将惨遍贫乏的路人甲乙丙丁 刘海选对了 才能让自己更加美美的爱 才能稳战女神宝座握 赵丽颖真心觉得小谷赵丽颖越来越迷人了 特别是这款中温长卷画造型特别甜美 中温长刘海能够很好地修饰脸型 但是看看曾经小谷把刘海绝往上盘起 包子脸尽情凸显的造型 让人不禁想到那乡村非主流这一名次 完全没有偶像气质可言 半冰冰范年一直都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 左边这款刘海侧翻的大波浪卷发尤其大气 女王范十足 但是右边这款把刘海一丝不弱的全盘起 显得额头特别宽 脸型也变长了 瞬间感觉颜值降低了几级 杨领贝比最近一只钟情鱼中分长卷发 此发型加上贝比本身的气质 显得更加性感动人 心爱十足 但是原来贝比也曾有过夸张雷人的造型 那凌乱的盘发 已经看不出刘海被藏在哪里了 什么女人类 女神气质都没了 胡冰青旋风少女胡冰青是典型的90后青春美女 空气息刘海的捞发型让她把该有的青春与活力呈现出来 但是在旋风少女之中的七百草 有时候不太注意刘海形象 那分刺不起的短刘海 会被妈妈们吐槽成像 被扣咬的刘海 确实有点吐吐吐气的 杨幂杨幂也是比较钟情于修颜笑 裹好的中分长卷发 显得她性感有魅力 事实上那妈界的一大代表 但是杨幂曾经那齐刷刷 吉眉刘海造型真的不敢恭威 有点刮子脸走向国字脸的感觉 又好像眉睛打彩的样子 整体不够吸睛 唐烟唐烟 一身侧风披肩肠卷 发出去了曾经的质气 现在更知性成熟 女神范十足的 但那不知道何时的夸张造型 却被唐烟的形象大大减分 被唐的蓬松凌乱的刘海往上撬起 有点可信户头 然后不知所谓的感觉 没有了该有的女人呐 郑爽郑爽虽然经历了多次整容风波 但其实整容前的她也挺有细致的 像这款刘海虽然不长 但微微侧分的中长发 形显得很清纯可燃 但是又涂了年轻不懂事的发型 就接受负了 刘海盘起一点 让剩余几根八丝稀疏散落 香唇气息显得浓郁 张亮颖则发凸起的长刘海 动感的波浪卷发 亚马瑟的时尚发色 让张亮颖成为现在歌坛的一大潮流女神 但她已经有不堪回首的造型 稀疏又几乎导演得起刘海 显得吐气之余 还凸显了肉毒毒的脸颊 和现在的发型对比简直 就是天人之别啊 谢娜谢娜一直是观众心中 大胆烈烈的开心果 但其实她也有偶像气质 凑分短发的她就显得成熟尬恋 挺有女人味的 然而那个中分刘海高转发造型 就有点雷人 有点像阿凡达 谈不上手只是没有了女神气质 迪丽热巴那杀制款青春 时尚的中分波波头造型 为她的颜值加了不少分 而她把刘海测分 环绊起来的造型 虽然有点短妆的感觉 但是却十分显老 如果我不告诉你 她是较二年的妹子 你应该会以为 她是82年的姐姐吧 古丽内扎 有一位新疆90后美女迪丽热巴 是多少宅男心中的新一代女神 测分长卷发性感散落 显得十分迷远 在迪丽热巴曾经把刘海全往后扎起的造型 显得一点都不时尚 并且额头油慌隐隐犯线 整体形象被大大扣分 王立坤王立坤被称为素颜女神 简单的四六分期间发 一边绣发塞尔的造型 就隐隐透出迷人气质 但是对于刘途的造型 应该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了 这太有个性 太干净利落的无刘海发型 好像让女神气质悄悄退出了吧 有点快乐 我那个白头才卷发了 我这个就是上午天 你感觉跟您故意的 似乎还有很长时间 我们不存在